根据健保资料库数据统计 全台有超过五万人受到干燥症的困扰 是因为自体免疫系统异常 攻击自身线体及粘膜细胞 好发在四十到五十五岁更年期女性 因此常被错认为更年期症状而忽略 它其实主要的病变是因为产生了一些抗体 以及细胞激素的不平衡 然后造成的一些器官组织 大概都是会分泌液体的这些黏膜的一些损伤 那这些黏膜的范围很广 有包括眼睛唾液 主要会出现症状就是眼睛干燥 嘴巴干燥还有黏膜干燥 干燥症虽主要攻击内线 唾液 有时也会侵犯其他黏膜组织 造成多种并发症 例如甲状腺抗静或低下 影响生命尿系统 造成尿结石 侵犯中枢及周围神经系统 产生神经发炎现象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吸道 呼吸道也有很多黏膜 所以它也会侵犯到肺部的黏膜 这些病人在长期的慢性的发炎之后 它最后就变成肺部的纤维化 我们肺部本来像一个海绵一样 海绵你看我们一捏下去 它自己就弹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可能发炎的时候 就是像进了水 海绵去进了水 进了水以后慢慢的就变硬了 硬了以后它纤维跑出来以后 就慢慢就变成像那个菜瓜布一样 就没有弹性了 所以整个肺没有弹性的话 当然你想想它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充气 所以它当然也没有换气的功能 肺心维化是不可逆的伤害 民众若诊断出有干燥症 要尽速安排肺功能检测 而且每三到六个月要常规检测一次 以利及早控制病情 当然最早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类固醇 大量的类固醇用这个脉冲的方法去治疗 事实上它的效果都没有很好 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些新的突破的方法出来 它可以把这个纤维化的过程阻断掉 所以肺部就比较不会纤维化 而且我们治疗方面需要一个团队 就是说有包括胸腔科的医生 放射线部的医生 以及我们免疫科的医生 这样共同来治疗 有时候还需要感染科的医生 这样的话对于它治疗的效果会比较好 干燥症患者除了针对主要症状来用药之外 也需要随时注意其他部位 有没有不是的症状 以肝燥症合并肺纤维化为例 出其轻微 慢性咳嗽 常会被当作感冒而忽略 因此民众需特别留意 是否出现无故干咳 爬楼梯甚至连走路都会传的现象 是否出现无故干咳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